我们要个孩子吧 啊 阿静 杨哥 啊 阿静他怀孕了的 什么 怀孕了 啊 阿静 你怀孕了吗 对的呀 那个你跟舅妈是不是闹矛盾了 啊 姑姑 是的 你怎么知道表妹 姑姑天天在我的那个耳边说 也是小问题 没事 那个你不用担心 那个姑姑那边我去 我去给你那个说 啊 好的 谢谢表妹 等一下 等一下 阿静 你是怀孕了吗 没有啦 他骗你的 啊 表 我想就是 我们要不要这样子跟他们说 跟长辈母去说 然后先让他们 回去这么闹 你想 我每次看到 我不想让你难过 你想让 我的爸爸妈妈还有舅妈 让他们 对啊 但是 阿静 但是不是办法 杨哥给你讲吧 孩子呢 其实杨哥也想要 但是 你看我现在这个状况 对吧 你看我现在这样 一无所有 你说 我们要了孩子 能给孩子一个完美的家吗 能给孩子一个完美的家吗 给你一个完美的家吗 阿静 对不对 不能的 我不想 我不想让我的孩子 一出生 就跟着我们过苦日子 阿静 杨哥不是不想要 你看你杨哥 你每次都这样子说 这些东西 哪里有比那些 比我们两个 能好好在一起重要呀 而且 对吧 不一定 有那些东西 我们才能要一个小宝 这样吧 阿静 我知道你的想法 杨哥也明白了 你就是想让 如果我们有了孩子 对吧 舅妈呢 我爸妈 我爸妈那些呢 应该也不会反对 这个是没问题的 但是 你听我的一句话 等杨哥好不好 等杨哥 我们两个在这边创业 我有一点成就以后 我们再要 我想的是 要孩子 我们又给孩子一个 完整的家 就给他一个 不要那么苦 跟着我们苦的话 真的 是不是阿静 我这两年天 给表妹带孩子 我就觉得 小孩挺好的呀 对 就是 那你就 先回我们家 不好吗 跟你 一起回去吗 对呀 你老是住在这里 也不好呀 那是阿静 你看 我就觉得这里挺好的 知道吧 你看 我这呢 舅妈也在说 对她心情不好吗 你看 我就在这里 然后我去山里面呢 也方便 然后我这里 你那儿也比较近 对不对 然后我想你的时候呢 我就来找你呀 你想我了呢 你也可以过来找我 对不大惊 每次 每次你都 这样子说 本来你呢 是 为了我到这边来 我感觉已经 很对不起你了 现在你又 这样子 我们这样都不重要 重要是我们两个现在 好好创业 能挣到钱 对吧 到时候我们有一个完美的家 完整的家 有孩子 有你 有我 别过去了好不好 我们就搬回去 回家去 回去的话 到时候 再说嘛 阿金 好不好 我们这个事情呢 再说 好不好 因为我不想让你 夹在舅妈中间 闻难 你看舅妈 对不对 舅妈我们两个 说话不好听了 可能一矛盾了 你 是不是 夹在中间 不好 是我阿金 好吧 不是你不用担心我的 颜哥 你快点帮小孩 把弄一下 好嘞 马上 睡觉了 你看 哎呦 睡得太像了 表面的小孩也很乖的 那他睡一会儿 阿金这样 你先就这儿 在这儿玩一会儿 好不好 颜哥先去忙一下 我要去打扫一下卫生了 好不好 我一起 表面等一下来接孩子 等一下再说嘛 接了 然后 我们就一起 阿金姐姐我好了 来 我来接孩子了 来接孩子了 你要把孩子接走了吗 今天先下阿金姐姐了 没事 那你们等一下 阿金 你就把孩子给表面 好不好 我先去忙 等一下 我先 我们俩一起去嘛 我先走了 拜拜 走 走嘛 阿金